16篇叫做济世篇 为什么叫济世篇呢 因为一上来 它的第一句 叫济世江法专语 我们今天一起把这个济世江法专语 这段文字给读一下 这段文字也是在论语当中 比较长的一段 而且在过去曾经被选入到 我们的这个高中课本当中 但是很多人其实没有搞清楚 这个济世江法专语 它背后的这个关系 首先要跟大家普及一下 这个济世江法专语里边 你必须要知道 济世和专渝是怎么回事 专渝是当时鲁国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附庸国 附属国 因为鲁国是一个大国 是个大诸侯国 后来这个大诸侯国呢 就有很多的小的附属国 他也在鲁国的境内 但是我们知道鲁国到后面 就是春秋时期里崩越坏 出现了什么情况 出现了这个三环 开始统治鲁国 对吧 实际上当时的鲁国 被分成了四份 就鲁国自己的地盘 被分了四份 最强的济世占了两份 然后书孙世占了一份 孟孙世占了一份 结果呢 济世还觉得不过瘾 因为这三家内部还要斗 所以济世就开始觉得 要打谁的主意呢 就去打这个附属国的主意了 打这个这个专鱼的主意了 当时的专鱼 他的位置也很有意思 他刚好是在废 这个地方的旁边 而废是谁的彩翼呢 就是这个季世的彩翼 我把这个背景给大家补充一下 你就明白 为什么季世要罚专鱼 对吧 他其实主要目的就是两个 第一个目的是 打下专鱼来 就是因为 鲁国自己的地盘 已经被分的差不多了 已经被分的没了 季世已经占大头了 但是他还不知足 没地方抢了 怎么办 抢附庸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这个富翼国本身就在他自己的彩翼的旁边 所以季世想把他打下来之后 继续壮大自己的实力 这就是季世将罚专鱼 真正的这个背景 那接着就讲到说 然有记录建于孔子 这个然有记录呢 这两个人大家就非常熟悉了 对不对 就孔子的两位学生 但是这个 他们两个人其实都有一个身份 就是都做过季世的家臣 都做过季世的家臣 所以当他们跑去跟孔子讲 这句话的时候 孔子就非常的生气 后面就讲到说 然有记录建于孔子 约 季世将有势于专鱼 这个有势就是要发动战争了 要打 然后孔子呢 接着就很生气了 孔子怎么说 孔子说 秋啊 无乃耳势过雨 这个秋就是染秋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染秋自自有嘛 所以叫染有嘛 那当时的染秋呢 就是季世的家臣 而记录是染秋之前的一任家臣 所以他们其实跟季世的关系都比较近 然后孔子一听这个事就马上火了 对吧 他就说 那你是干嘛的 你为什么不去劝阻他 无乃耳势过雨 这难道不是你的过错吗 你难道不知道这是一件错误的事情吗 那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错误的事情 后面孔子就做了一个解释 孔子说 孔子说 服专于 西者先王 以为东盟主 东盟就是东盟山 在东盟山这个地方 鲁国 把他 把他放在这里 让他做东盟山主祭祀的人 先王让他做东盟主 而且这个国就在邦誉之中 注意他这里面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 先王的任命 第二个理由是邦誉之中 第三个理由是射击之臣 对吧 这第一是 这是有亡命的 人家在那儿好好的 人家自己本来就有这个合法的权利 你为什么要去打别人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是 本来就在你鲁国的境内 你怎么还自己国家里面打自己 第三个是射击之臣 它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我们自己的员工 对吧 哪有这么干的 所以连续指出三个毛病 何以乏为 您为什么要去攻打 那 然有怎么回答呢 然有就讲了 夫子欲知 无二臣者 皆不欲也 然有的第一个反应是 推卸责任 他说这是 谁啊 这夫子不是老师哦 这夫子指的是 他们的领导 既是 对吧 我领导要这么干 我没办法 那领导让干 谁敢不干 他想这么干 我们两个不想 我跟这个子物不想 然后孔子又说 求我 又开始讲 说周润有言 曰 臣立就烈 不能辙止 这个周润就是周朝的一个史官 说有这么一句话 叫做臣立就烈 不能辙止 就是 你什么人在什么位置上 有多大能耐 对吧 吃多大碗饭 对吧 就这么个意思 赵本山那句话叫 有多大屁股穿多大裤衩 就这个感觉 就是你要是能干 你就给我干 你不能干 你就别在那个地方待着 就这么个意思 他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的背后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那你现在是个什么位置 你是既视的家宅 你是既视的家宅 证明什么 你就必须得有担当起这样的责任 和有这样的能力 你要说你干不了 你劝不了 你就别站这个位置 这就是这个意思 臣立就烈 不能辙止 你既然站住了这个位置 你就要履行这个位置的责任 你现在告诉我 有责任 你要履行的时候 你完事 你告诉我 说你我干不了 那干不了 你干嘛待在这里 这就叫做臣立就烈 不能辙止 后面这句话 威而不迟 顶而不服 则将焉用笔相 这里其实是一个比喻 这里的相 就是在第15篇42章 我们讲到的那个相的意思 这个相就是给盲人 对吧 在旁边 这个帮忙的 辅助的 他说一个人 你在旁边扶着 他他是个瞎子 他说如果一个人 威而不迟 顶而不服 他都已经要摔了 你还在那看 你觉得 你这个瞎子 用这个相 有什么用 也就是说如果 既是自己就能想明白 用得着你们去做家宰吗 你们站在这个家宰的位置上 你是干了个什么活 就是他错了的时候 你去支持他 对不对 你去这个这个制止他 你去帮助他改正 现在你告诉我说 他想 那我们都不想 我们没办法 那要你干嘛的 威而不耻 顶而不服 则将焉用 比向你 所以后面那句话 实际上是一个比喻 对吧 他把这个记事比喻成个瞎子 他不看路 完事你告诉他说 他掉坑里 是他自己不看路 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都不 我们都知道 那是个坑 我们不想往里跳 孔子就说 那要你干嘛 则将焉用 比向你 又怼了他一句 接着说 且而言过意 更何况 你这话说的 太过了 怎么太过了呢 虎四出于侠 归于毁于独中 是谁之鬼 他说 你就是这个燃友 觉得这事 跟我们没关系 孔子说 怎么跟你们没关系 虎四 这四就是野牛 野兽 从牢笼里 本来关着他们的笼子里 出来 跑出来 归于 这样的东西 宝贵的东西 在盒子里面 毁掉 你觉得是谁的错 是笼子的错吗 是笼子的错吗 是不是应该是 那个看笼子 看笼子的人的错 那现在既是 做了这个不仁不义的事情 是谁的问题 是不是你们这个 所谓在旁边看着的 辅佐的人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面 就把这个燃友 前面找的这个利用 给充分的进行了驳斥 我看到有朋友在问说 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从头到尾 一直在骂燃友 没有骂子路 其实子路是在背后的一个 就是说 燃友跟子路两个人 在当时燃友是主要的 辅佐 济世的角色 但是呢 记录在背后 他是上一任的 所以他有一点责任 但主要都是燃友的责任 因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所以孔子呢 主要在骂的也是这个燃球 主要对答孔子的也是燃球 那孔子讲完了这句之后 燃球的这个第一个 所谓的理由就已经不成立了 对吧 他的第一个理由是什么意思 就是跟我们没关系 不是我们的错 是他弄的 孔子说 他要是会弄 要你们干嘛 你站在这个位置上 你不就应该干这个位置的活吗 你要是说你干不了 你就趁早别干这个事 如果人家现在都犯了错误了 前面有坑了 你就要让眼睁睁看他跳 要你干嘛 更何况你的职责是什么 你的职责是不是看守 是不是这个他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 及时的指证 对吧 哦 照你这个说法 野牛老虎从牢笼里冲出来 归欲毁在盒子里 你都觉得跟看守人没关系咯 那就是这个笼子自己不牢靠呗 谁让这个盒子自己这个透气 对吧 被养化了 跟这个有关系吗 肯定是你这个看守人不称职嘛 所以孔子就直接问他 是谁之过于 你就告诉我这是谁的错 那这句话讲完之后 这个燃友啊 第一条就完全无法成列 接着燃友就给出了第二条 第二条借口 就在这里面其实连续给借口 然后孔子连续的批评 批驳他 燃友的第二条借口是什么 金福专于 故而尽于废 金不取后 是必为子孙优 这是第二条 第二条其实燃友就开始讲出了一点点的心里的大实话 就是 为什么要收拾这个专于实际上是为了济世好对吧 但是他在讲为济世好这个事上又遮遮掩掩 真正的为济世好是为了满足济世的私欲 为了满足济世的欲望 但是呢 他不好意思直接说 他怎么讲呢 他说哎呀 这个专于啊 故而尽于废 他离着这个济世的采意太近了 而且这个专于很凶险 这个地方 这个小国很凶险 很牢固 对未来如果说一直把他留在这里 现在我们不把他打下来 将来必为子 必为这个子孙优啊 将来一定是会成为 我们子孙的优患 就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就来收拾你了 你今天不收拾他 说不定他就来收拾你 这很明显又是一个借口 这个借口就是你为什么要打人 因为我觉得他挺强壮的 对我有威胁 我今天不打他 我怕他将来打我 所以我现在要打他 用自保为借口 实际上啊 是为了对吧 就是成能嘛 是为了去去攻击别人嘛 然后占便宜嘛 对吧 得利益嘛 所以孔子接下来 又来反驳燃有的第二个借口 然后他说 求君子吉福舍约欲之 而必为之此 他说求啊 燃有啊 对吧 说一个真正的君子 最讨厌哪些人呢 吉就是痛恨讨厌不喜欢 一个真正的君子 最痛恨的就是那些 这个福就是那些 舍约欲之 就是约就是说 欲之就是想要 一个人明明想要一个东西 他却不说自己想要 这就叫舍约欲之 啊 他不但不说自己想要 他还一定要给自己找一些借口 这个词就是修饰他的语言 也就是在这里表示找借口 孔子说 燃球啊 君子最讨厌的就是那些 明明是自己想要 却不承认 还拼命给自己找借口的 你看这个不就是 不就是这个燃球和济世在做的事情吗 对不对 后面就讲说秋也文 有国有家者 不换寡而换不君 不换贫而换不安 跟我听说啊 有国有家的人 这个有国有家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代表的是管理者和统治者 对不对 代表的是统治者管理者 有国者就是诸侯 有家者就是大夫嘛 他说我听说 真正的管理者 诸侯也好 大夫也好 大家在治理国 治理家的时候 有一个特点 叫做不换寡 而换不君 从来不担心 没东西 我最担心什么呢 最担心分的 有多有少 有人分多了 有人分少了 大家心里不平衡 不换贫而换不安 我也 他们也从来不会担心 老百姓 穷 没饭吃 吃不饱 没有钱 最担心的是 人的心不安定 也确实是这样的 我们看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时刻 包括我们的 这个建国以来的一段时间 我们国家没什么钱 但是你会发现 勒紧裤腰带 大家也加油感 不换贫而换管 因为当时 大家的心里面是坚定的 是安稳的 不换管而换不君 对吧 这当时虽然没有钱 但是大家心里都很平衡 因为我们觉得要没有都没有 未来要有 咱们也一样都有 所以这是孔子的一句话 他说 邱野门有贵有价值 不换管而换不君 不换贫而换管 所以这句话是针对什么来讲 是针对燃油所说的 他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如果不打下来的话 未来可能会有风险 有问题 孔子就说了 你明明就是想要嘛 你为什么要非要找借口 你明明就是想多占一块地嘛 你为什么要找借口呢 但是我要告诉你 多并不一定是好事 你不要以为你多拿了一个东西 你就特别好 他说我听说真正的会治理国 治理家的这些人 他们从来不担忧自己的东西是多还是少 他们只担忧的是 有没有真正的符合道义的平均的分配给底下的人 大家是不是得到的是合理的 这是不换管而换不君 不换贫而换不安 所以你说这个既是满脑子想的都是 怎么让我的地盘更大 怎么让我的实力更强 或者说这个根本就不重要 更重要的事情是 你是不是真的能够让你统治下的百姓安心 如果他们的心都不安 那你这个地盘再大 实力再强都没有用的 后面呢就讲到了一个解释 为什么不换管而换不君 不换贫而换不安 盖君无贫和无管安无情 说只要能够做到君 其实就不用担心贫了 只要能够担心做到和就不用担心少了 只要能够做到安就不会轻负 这个国家就不会轻负 就不会被这个端掉 对吧 君无贫和无管安无情 所以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孔子认为更重要的是人的心理感受和状态 就他只要心里边很安稳 他觉得很合适 很恰切 对吧 然后很和睦 很安定 那么这个国家就不会有问题 但是反过来 如果说 这个国家看上去什么东西都有 但是老百姓心里边非常的不平衡 大家充满了暴力之气 没有一个人心安 大家整天都非常烦躁 那么有再多的东西也没有用 他终将被轻负 所以后面说福如是能够做到这样的 故远人不负 则修文得以来之 他说如果你先把 他说你先把自己的这个地盘管好 你管好了的时候呢 你不要去想说我有多少 不管是我的这个实力有多大 我有多少地盘 这个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是不是让你自己统治下的百姓 真正的安心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外面大家不服 就是远人不服嘛 就是如果外面有跟你起冲突的 则修文得以来之 那么这个时候你需要做什么呢 你需要把自己的软实力增加上 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要做文化强果 对吧 然后真正的吸引别人过来 既来之则按之 让所有能够在你的统治下 领导下的人都心安 这样的话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来到你的治下 成为你的附属 这才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孔子一直强调的是 得治和以德服人 如果你能够以德服人的话 他认为这是最根本的东西 你靠武力去征服别人 没有用 对吧 你征服了别人迟早也会丢点 而且你有可能使用武力 去征服别人的时候 你自己的老百姓都会给开始造反 都是有可能 这是孔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治国思想 就是他觉得德治 就是我们所讲的德治 今天很多人会以为德治是用道德去治理 就是就是是这个意思 但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 德治并不是说 我们每天就遵守小师生守则 我们每天都做活雷锋 这就叫德治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德治讲的是什么呢 是治以德人心为根本 这就是德治 你的所有的手段都是为了德人心 以德人心为根本的治理 叫德治 法治是什么 法治是我不管你人心不人心 对吧 我给你明令禁止 要做什么 不要做什么 不能触犯什么 如果你犯了哪一条 我怎么收拾你 这个是法治 所以我们经常讲说德和法这两条 在中国的历史上反复的在提 但其实你说哪一条更根本 德治一定是更根本的 但是德治它不是一蹴而成的 它可能需要一定的法治去做工具 但是你千万不能把工具当成了你的目的 秦朝的灭亡就是因为把工具当成了目的 法本来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但是你真正的目的最后是德 你所有的治理最后是为了改变人心 得到人心 但如果你把这个根本目的忘记了 你只留下了这个法的这个层面 你把德的那个层面给扔掉 那最后就是暴政 秦二世而亡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孔子提出来的这一条实际上非常的有价值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你不是不认同 你不是跟我们之间这个搞不好关系吗 那你就看一看是我的这个治理更得人心 还是你现在所在的那些地方更得人心 最后你发现在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活得安居乐业 每个人都很开心 你就也想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那你只要来了 我就也接着让你变得安 这个叫寄来之子安置 讲完这一段之后 他就说来请看你们两位 今有语求也 向夫子 你们去辅佐济世 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 你不是说 你担心这个专于将来对你们有危害吗 有威胁吗 那你真正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让他们因为你们自己这个地盘管得好 而产生羡慕 产生这个憧憬 对吧 向你们学习 甚至主动的来降服 他说你们没做到这一点 你自己都没管好 接下来 帮分崩离析而不能守夜 我们整个鲁国现在分崩离析 你也没有守住 你还在谋动干戈于帮 你还在商量着 怎么在国家内部打仗 你不但没有做好该做的事情 你反而 对吧 回过头来谋害这个本该做好的事情 所以后边 孔子也讲了 他说 无孔寄孙之忧不在专于而在萧强之内 他说我啊 我觉得未来 寄孙是真正的忧虑 恐怕并不在外面 你所谓的 后世必为子孙忧 为未来的子孙担心 怕这个专于将来有一天去收拾你们 他说 其实将来收拾你们的恐怕不是专于 而就在你们自己的内部 这是孔子一个非常强大的著名的政治语言 后来也实现了 就是继孙式的崩塌 其实也是从内部出现的 所以后来出现了一个成语 这个成语叫什么呢 叫祸起萧强 祸起萧强 那看到这一条 我们知道其实这里面有个什么道理啊 这边有个什么道理 孔子依然是在讲到自己的基本的 为人处世之道 这个为人处世之道是什么 是一定做好自己该做的所有的事情 做好了自己 世界就顺了 如果你自己都做不好 你渴望着说我去抢别人的 你不但抢不到 还有可能反过来害了自己 这就是孔子的一个基本的思想 做人也是这样 治国也是一样的 所以他讲究的是这样的一种 王道 对吧 就我们知道这个儒家和法家 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就是儒家讲王道 法家讲霸道 对吧 就王霸之气嘛 两个这个逗来逗去 王道是什么 王道是得人心的道 霸道是一粒 征服天下的道 所以后来为什么项羽的失败 司马迁怎么说的 司马迁说 项羽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想要一粒征天下 因为他能力太强 他觉得得不得人心不重要 反正我能力打不本事大 谁要是敢不服我 我就有能力收拾谁 你们联合起来 加起来打不过我 对吧 就这种感觉 这个也是司马迁认为 项羽失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很核心的原因 但是项羽到最后 都此都没有明白这一点 他还在讲说自己运气不好 此天王我非战之罪 也是这老天要我的命 根本不是我打仗的问题 因为在项羽看来 他一辈子打了七十多少仗 就只输了一场 就是后来他死的那一场 甚至到他死之前 他还在打胜仗 大概二十多个骑兵 还在跟这个汉军的数千人战斗 而且打一打去 杀敌几百自己损失几个人 他还觉得 你看没有人能打得拨 为什么我会死 为什么我会输 实际上就是因为不得人心 所有的人都跑到刘邦那边去 所以这个孔子就讲了 他说你的真正的忧患 根本不在外面 而在你自己的内部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是这样 有时候我们会担心 比如说哎呀 谁是谁要学习超过了我 我的竞争对手超过了我 对吧 或者说我在工作当中 我在处理这个人际关系的时候 我总觉得谁谁 爬到我头上去了 实际上在孔子这里 这些都不是你应该去考虑的问题 你应该去考虑的问题是 你有没有把你自己做到最好 你做到好了 别人自然而然该扶起你的扶起你 该向你学习的向你学习 对吧 你自己做好了自己 你的位置自然而然就上去了 你的成绩自然而然就上去了 你一方面自己没有做好 另一方面你又开始想着 怎么去防范别人 收拾别人 试图想要抢别人的东西 所有这些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 你不但抢不到 哪怕你 首先是你一般抢不到 哪怕你抢到了你也保不住 其次呢 你不但抢不到 还有可能把自己本来有的东西给丢掉 本来可以有的东西给丢掉 这个就是祸起消强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 我们以前有这么一句话 所以你看孔子 所有的论语当中的这个主张 全部都是什么 全部都是反求诸己 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人 我们在前面读过 所有的事情 请回到你自己的身上来 然后永远不要去逃避你的责任 永远不要去给自己找借口 对吧 比如说不是我的错 是他的错 你看这跟燃友 第一次找这个借口不一模一样吗 夫子欲知 无二臣者 借不愿 我有什么办法 我领导要怎么干 那要你干嘛的 这就是孔子的观点 对吧 那领导什么都是对的 那干嘛还要你去辅佐来 你去帮忙 你帮什么忙啊 不就是帮别人干不成的 别人想不对的忙吗 而且你自己本身处在这个位置上 你的职责就是把这些东西干好 现在好嘛 这事没干好 你说跟你没关系 老虎从笼子里出来了 你说这是笼子不好使 归欲毁在盒子里了 你说这是盒子之两差 那要你干啥呢 这是孔子的第一个 对吧 所以就是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不要这个推卸责任 我们会发现今天很多人 就是不停的去找别人的问题 我之所以干不好 都是因为谁谁谁怎么样 我之所以不行 都是因为他怎么着 其实不是我的问题 不是我的意思 孔子说回到自己身上来 找自己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 有些人明明知道 自己做一件事情 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 对吧 贪图这个小利 但是呢 又不肯承认 总要为自己 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去掩饰 然后孔子就会说 君子吉福舍 曰欲之而必为之此 说最讨厌的就是那些 最不能干的就是那些 明明你心里想要 你却还不承认 你还一定要找借口 去掩饰自己的人 讲完这句话之后 他说你不要掩饰 这是第一 第二 你一定要明白 我们拼命的在向外 追求更多的东西的人 你要明白 其实真正的幸福 不来源于多不多 而来源于 你已经有的东西 有没有处理好 你的心安定不安定 这个就有点像是 我们今天 在社会上说赚钱 对吧 你说赚多少钱 是头啊 你真的赚到了 你以为那个 我只要达到多少钱 我就财务自由了 然后我就 再也不用去担心生计问题 那那个时候 我一定心安理得 还真不是 实际上很多人可以说条件上都可以实现财务自由 看你怎么活 对吧 你要说我每天就这个一天带一串珍珠 一天怎么怎么着 那你 多少钱可能都不够你花的 你要想花钱 永远有招 但是你要想不乱花钱 也永远有招 所以最重要的其实不是钱多钱少 钱少的人一样可以过得舒舒服服 这叫不是太少 对吧 一样可以过得舒舒服服 哪怕是有时候钱真的不多 你会发现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时刻 我们饭都吃不起了 还要干什么 还要勒紧裤腰带 解放远方的这个水生活之中的人民 我们那个时候还有这样的一段时期 所以最重要的其实是你的精神上的安 只要在精神上你觉得满意 平衡心安就够了 只要你精神上能够达到这一点 那么这个事就能够走得长久 但是反过来如果在精神上 你做不到这一点 就会怎么样呢 就会出现心 就是不长久就会被颠覆 对吧 所以一个人最重要的是 做好自己的事情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 把自己拥有的东西 已经有的东西安排好 如果你已经有了 那你都安排不好 给你更多 你不是更乱套吗 不就这么个意思吗 所以他在这里告诉这个燃勇 他说既是连自己现在的地盘都没有管好 他整天想到的是去抢更大的地 这有什么用啊 而且真正的这个壮大自己的实力 成为自己实力中的一部分 靠的是你抢吗 不是 靠的是别人的心服啊 对不对 别人怎么能心服 修文得以来之 你要修文啊 要修德呀 然后别人才会来 来到你这里 你再把他安稳好 安顿好 人家就真正是你的人了 那现在呢 现在人家根本就不服 你也没有修文得 你也不能够使他心甘情愿的到来 你不但不使他到来 你还跑去继续打仗 你自己国家像在分崩离析 乱七八糟 你也不去管 你还想着再去继续的火上浇油 他说这种情况下 未来的祸患一定是从你自己的内部爆发的 而不是在外部的 对吧 所以这个孟子后来在多年之后写过一篇文章 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最后你会发现真正的 真正的这个毁灭 往往是都是在内部 都是在内部 而不是在外部 外部只是一个形式 你被别人打倒 终极原因 还是在于你自己不扛揍 对不对 你如果真扛揍了 这个别人打不倒你 这就是这条 这条非常长啊 它是一篇 可以说是一篇独立的文章 所以我们今天专门拿出来 给大家逐字逐句的 逐条的这样去讲解 这条是一篇独立的文章 是一篇独立的文章 是一篇独立的文章